周立波依旧还是奔波在自我的寻找路上 倒也不是他迷失了自己 只是对于某某人和王志安的采访 周立波依旧是不认同 表示这一切都是自己被陷害的 从周立波的个人动态来看 他仍旧还是一个有在坚持这唱读角色 而且又晒出了雕花枪证物 这也是在案子发生之后 雕花的证物首次出现了 但网友们的说法就是这时候晒出来 显然是毫无说服力了 毕竟大势已去的周立波积不起三层了 但波波却表示要坚持到底 又发长文表示 如果你认为写的光弹不尽 直接关掉页面即可 非常节省时间 如果你认为有的地方难理解 请往下看 分析在后面 再次发长文表示自己的立场 但苦心的长文 他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反转剧情呢 波波依旧还是围着枪 绝对不是偷来的 独又是什么独来解释 这中间的来龙去脉 并且声称微博上自己很喜欢枪是真的 但不代表自己真的动枪 看到某某人家中的那些玩具 自己很兴奋也是真的 但不代表自己就因为他们的存在 而不守着自己的底线 并且波波表示这样的雕花 枪人人都爱 不足以说明自己就拿了枪 而且枪上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指纹 也就是说波波再一次声明 枪针不是自己偷的 间接地表示某某人要害他 对此网友们表示 也不知道那个妇人到底是在想什么 一直纠结着过程不放 要知道真相已经明白了 网友们都懒得跟着你的剧情走了 你的导演身份已经被撤掉了 没有说服力的长文真的没有意思了 但周立波仍旧在不忘记自己发文 那最后还对唐爽进行了一番属于自己的分析 比如唐爽的学父成就如何 他的为人如何等等个人看法 总结出一点就是 唐爽是小人 不可信 他仍旧还是在坚持 拿着自己MIT的帽子装文化人 这一次的发文不难发现 周立波真的是用心了 而且可以说是用心良苦 搬出了大炒关于唐爽的过往 其目的就是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面对着周立波的各种揭秘 唐爽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acceptable i know you i know you